南投县议会今日上午召开第20届第一次定期会 在本日的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吴奇南针对南投县政府旅游网站的部分相当关心 而县议员舒玉成则针对浮行温泉区未来规划的部分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加以改善 南投旅游网 我是希望说你们在那个网站上面架设一个 只要进去一个人他就会增加一个浏览量 也来判断说这个网站到底经营的成不成功 对于南投县的观光有没有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 看是不是找一些比较懂脸书资讯系的小孩 来帮我们南投县政府经营脸书 推广我们的观光 我们福星温泉 作为全台首座温泉主题公园 如何来招商 是否有跟国内外的旅行业者来做未来规划 最重要它会有五星级的饭店 或国际知名品牌的业者进驻 县政府要全力以赴来带动这个观光 浦里观音瀑布为地方的知名景点 但先前因为安全靠粮导致封闭依旧 对此县院林芳于陈怡君相当的关心 并在议程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期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紧述的规划并且改善 观音瀑布不单单只是步道 我们的木栈道破损 还有我们的扶手也都是不堪使用 安全考量能够在第一时间封闭是必要的 但是封闭了这么久也让地方很傻眼 既然已经编列预算了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放观音瀑布 这个瀑布为什么要封掉 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 刚刚你有提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落石 到时候你们如何解决落石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那个整个步道已经是太久了 它也会有湿滑的问题 再来就是它栏杆 它是非常不安全的 我希望到时候这个部分都可以把它规划进去 在今日的定期会议程中 众议员们针对南投县旅游网站 浮行温泉区观音瀑布等议题 在会中向县府相关单位 提出许多的看法以及意见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尽速改善 记者邱平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